30万买了个垃圾 信任一下就崩塌了 Hello大家好 我小智 欢迎来到志哥说车啊 啊志哥不做翡翠了 赶行卖车了呀 这有什么好做的 咱们现在啊 改行说车了 是吗 开个玩笑啊 兄弟们 呃 看一下什么 小米啊 是什么 人生第一次买新能源电动车啊 那其实我买百万级的车 都没有去给大家做分享 但是为什么这台车 我会给大家记录一个视频啊 呃买这辆车 真的吗 有一说一 我是有点冲动啊 冲动就下单了 等了四个月啊 但是我为什么会冲动呢 来 我跟大家聊一聊啊 在此之前 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啊 呃 小米的SU7MAX啊 也就是最高配 这个车的车机系统 我比较喜欢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试一下 下来同学 把空调调到四档 然后播放音乐 然后把方向盘调高10% 然后打开全车车窗 OK 调到四档了 好的 为你推荐瑜伽运的 情话 没问题 调高了10% 都打开了 一系列操作行吗 这比人脑子还记得清楚 对我不需要动手 我只要跟小艾说 我为什么会去买这个车啊 其实我一直以来对这种 国产的新能源车是不感冒的 那其实现在做的好的啊 就是也挺多的 比如说 未来小鹏 理想是吧 我觉得这些新能源品牌都做的不错 但是这个车它发布以来 我看了雷军的发布会 我就立马锁定了这个车 这车我等了四个月 那现在呢 我们也是刚从缅甸回来啊 我也是刚提到这个车 我大概用了三到四天 这个车我总体来说的一个使用情况 可以说我非常喜欢 它的一个驾驶质感啊 包括它的车机系统 包括方方面面 我觉得都挺优秀的 当然我不是在营销怎么样 我只是说出我个人的感受啊 说什么我为什么那么冲动去下定这台车啊 完全是因为雷军这个人啊 那雷军这个人呢 说什么他是湖北的高考状元啊 710分的满分他就考了700分 大学两年的时间就修完了 整个大学四年的课程啊 并且大三就靠写代码自己去赚了100万 那毕业之后啊 出来就能担任这个金山的总经理 到后来创建小米手机 8年的时间啊 做到世界500强 把公司做上市 然后现在又来做了这个小米的汽车 所以说雷军这个人啊 我不知道屏幕前的崔友们有没有了解过 但是其实我一直是他的一个粉丝啊 我一直也有在关注他的一些动态动向 以及他在做什么事情 我觉得他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非常的低调 务实他打破了一个传统企业家的一个那种印象啊 那其实我印象当中的一些大企业家 有一说一说那出差出门可能各种保镖各种美女 豪车保镖两排啊 对但是雷军出差 他去美国也好啊 去意大利也好 他出差一个人背个小包 包里面背了几个T恤 他也说啊 就是说出差的话 其实最怕的就是这个肠胃受不了 所以说会自带一些 可能一些那种罐头菜啊之类的啊 就是方便去吃饭下饭的啊 所以说雷军这个人 你知道吗 我真的觉得他特别特别的低调务实的一个人 其实有一说一说一说了吗 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所以说我觉得只有像雷军这样 具备这种品德这种素养的人啊 才能把这个公司啊 做得又大又强又稳 对吧 这个稳字很重要啊 那其实小米从手机到汽车 我觉得他一路走来确实是 越做越好啊 越做越强 包括他家具家电的一些生态的东西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实用啊 小米这个产品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 三个字 性价比 他所有的产品啊 确实不是说有多牛逼啊 多厉害 而且价格他不是说最贵的 也不是最便宜的 他刚好在中间 但是他往往他设计了很多很多东西啊 很符合人的一个这种 哎 人体的一个一个这种逻辑啊 很好用 很舒服 很舒适 是吧 那包括一些质量啊 也很好 就是总体来说就是凸显三个字啊 性价比 所以说兄弟嘛 我为什么还花个30万是吧 来买这台车 你说30万说多不多 说少也不少 是吧 那我其他车我也还有 为什么去愿意去买这样一辆车来代步啊 那完全是因为雷军这个人 因为雷军给我的一个印象啊 低调 50 是吧 真正就是靠谱踏实的人 并且也是完全的出于信任 那么为什么会给大家去记录这期视频啊 完全也是让我联想到了 哎 其实很多次有找我买翡翠去了吗 也是因为我这个人 他不是说因为 哎 我哪块墨西沙料子很顶 哎 哪个色料很色很辣 哎 完全是冲我这个人来的 那很多次有 面没见过啊 可能关注我视频 可能看三个月五个月 可能看了半年啊 联系到我 立马能够打个一百万两百万 哎 小智想找个什么样的货 想买个什么样的货 那完全也是出于信任 我觉得这份信任很重要啊 就好像我对雷军一样 就好像很多次有对我小智一样啊 所以说我对雷军这个人呢 其实是非常respite 非常尊敬尊重的啊 当然很多次有能找到我啊 真的 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啊 那其实真的就是因为这一个小小的事情吧 让我呃有这样的一个感想 所以说其实我们回归到产品本身啊 你说很多东西它确实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你比如说劳斯莱斯 你说跟这种比 那有的比吗 完全没得比对吧 奔驰s级卖宝贺 没得比 那最终还是回归到产品本身嘛 你说我出一对雷军的信任 你说订回来是吧 30万买了个垃圾 是什么 那信任一下就崩塌了 对吧 那就像很多次有找到我 是吧 可能没有给大家去弄好服务好 那当然这个信任度也是一样会崩塌啊 所以说这个是我 就这辆车开了几天下来的一个感受和我的一个感想啊 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还是那句话 晚飞去呢 要么是人 要么是欲啊 我们下期再见了啊 拜拜 小孩同学 哎 小孩同学 在车外喊不到啊 上车喊 他怕车外不是车主是吧 小孩同学 关闭全车车窗 都关闭了 拜拜了 好 необход não 害怕 linked Especially 为什么 我们 vaccine ia 健康 是